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阿红的频道了 那前几天我就收到一个残疾小贩的求助 他跟我说,他自认为他的出品是不错的 他所用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 但无奈却没有生意 每一天平均的营业额是在100块左右而已 你要明白啊,身为一个小贩 营业额在100块意味着什么 当你扣除了你的租金跟食材的成本 还有车马费过后呢 你几乎是连吃饭的钱都不够的 所以真材实料,但是没有生意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们能力范围里面可以帮到的 我们尽量协助他 爸爸,走,我们去帮他 OK,走 哈啰,逊丽 怎样今天有生意吗 下雨天会比较差一点 会比较差啊 你是卖麻糬的 对 来看看你的麻糬有什么特色 这是一个黑芝麻 一个芋头 哇,有这样多口味啊 然后有一个 坂丹的 跟一个玉米的 我站在这里我就嗅到坂丹很香啊 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100%天然的 是啊,这个是纯天然 而且收工的 收工的啊 OK 那还有什么口味 然后有一个普通的 有一个普通的 就是 他们说的古早味 哦,总共有五种口味 我在槟城卖麻糬 可以卖到五种口味的 应该就是不多了 你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了 这样你给我一样口味来一包 支持你先 OK,我们尝尝看那个味道 好 好 这么多 超室 公司 她 我看你的货 你准备的就是这样一点点 有时候有拿一些来 看啦 如果星期六星期日你可以拿来 过中天没有人 你不能拿来 这样你每一天就这样卖完就算了 卖完就算了 因为我产量也不多 我的手也没有力做这样子 那你一天这样卖到来 我听你讲平均是二十碗 二十碗是要几点卖到几点 八点卖到下午两点 哇 做六个小时的工 一天才赚不到那一点吃饭的钱 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你要过生活 好像我手脚不方便 要去打工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是天生的还是什么 我是小时候发高烧 导致的 然后父母也带我去看医生 所以是后天的啦 然后好像你这样 其实你是一边手跟一边脚都不方便 嗯 因为 像你在做磨叽什么的时候 你一只手不方便 你很难去固定你的那些东西 慢慢的 要小心 比人家做的比较慢一点 可能那只手也比较方便 我这只手就这样 嗯 好好 OK 欣妮好像你现在是OKU 你有跟政府申请那些津贴的吗 有啊 不过现在申请不容易啊 怎样讲呢 有时候 就好像我这类 OKU 如果你没有做工 你申请这类 OKU津贴 政府就没有补贴了 你没有做工就没有咯 他希望鼓励你们智力更生 嗯 对 那你一路来都是卖磨叽还是有做其他的 就之前做BOMOTOR咯 就站立 一直站立 脚会很痛咯 脚会很痛 然后就想要做一点小生意 嗯 你的脚也是有问题是吧 对 所以你是影响到左手跟左脚 嗯 一边 所以走路方面也不能像正常那样 嗯 就一拐一拐的 一拐一拐这样 所以到最后就想要做磨叽 做磨叽 做磨叽 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要如果你要卖面 你也不方便 因为你的手会烫到 磨叽 就手比较 没有没有这样 给到你不方便咯 你可以 不用开gas啊 不用撈面啊那些这样的 因为那面我也不能 也不能 会烫到 但是我看你也是很用心啊 跟一般卖磨叽不一样 你会去研发很多的口味啊 这个是有人教你 还是你自己的创作灵感啊 以前就有一个人教我 然后过后都没有教这些 好像细节你要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慢慢去摸索咯 然后呢我做的都是用新鲜材料来做 对啊我可以看到 就比如说这个 判断我都用纯天然的咯 没有橡筋没有色素手工的 然后玉米也是新鲜的玉米 我看整个卖相是不错啦 等一下我过了你们试试看 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很喜欢吃的 如果他们都讲很好吃的话 这个肯定帮你大力推广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哇 这个是我近期以来看过最特别的麻吉 开吃了 你看我第一块拿上来 它就有整块酸酸的芋头在那边 好Q啊 Q弹 真材实料 咬下去的同时啊 很好吃 那个芋头酸酸的在你的口里面啊 那个香气爆发出来 真的 甜甜的很好吃 很好吃啊 嗯 吃的是什么 你吃的是板丹的啊 板丹 我吃的是板丹的 嗯 我吃的是白色的 你吃的是原本的啊 哇 你看这样多啊 我看你的这样红的 嗯 它板丹很香 嗯 你看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啊 哇吉里面它应该是下了很多很多板丹汁 因为你咬下去啊 一开始除了那个花生的香味出来 你越嚼到最后那个板丹的味是越明显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哇吉有一样东西 葱油 我觉得有葱油的哇吉才是有灵魂的 你有吃到葱油的香味吗 不会吃 哪儿葱油在这边 你没有吃到 爸爸我也不会吃 你也不会吃的啊 哪儿葱油是这个 你问看这个 我再试试 黑芝麻的 你有吃到加工的吗 有没有吃到啊 加工的这个 我吃这个 你看你没有加工 爸爸你还没有加工 有加工 爸爸我都没有加工 黑芝麻也很香 爸爸我没有加工 没有加工啊 你最喜欢吃的吃的吗 你最喜欢吃的吃的吗 葱油的啊 我喜欢板丹 板丹啊 好吃 我本身喜欢芋头跟板丹 芋头和板丹 芋头和板丹 可以说吗 可以说吗 真材质料的麻烦 满不过芋 为什么这样子的住民一天才卖20万 我觉得太可惜了 本身是推广给全部人吃 你要分享给全部人吃啊 爸爸 也希望我们跟他买多多 然后我们分给路人跟他讲好吃 给他们以后来吃好不好 我都没有 你们觉得心里觉得麻烦好吃啊 好吃 好吃啊 让我们帮心里姐姐推广好不好 好不好 这样你给我一个口味五盒 我帮你分给这里附近的顾客 跟他们讲你的麻烦很好吃 好谢谢你 板丹做多一点啊 他喜欢板丹 我也想板丹 你看你又不喜欢 现在又喜欢 你该不喜欢white color的 还说板丹 不能够去 我哪里 你真的不喜欢 太么了 你还说那 轻松了 一个黑子 就是这些 你一直在知道 他们在做142多的人 黑子 你还说 我应该 伯定的 一口还是万代 我足误的 我以为耶 最爱的 是 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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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Sindy 棉被 棉被 拿著頭 拿著 棉被的 棉被的 請你吃 我看妳的懼 棉被 solved analys 棉被 çıkar 就說 kilomet罹子 你能無借 棉被囉 其实呢 ,從心裡這個小小的摩吉�桿口呢 我看到了人生對生活 該有的態度 而且是正確的那一種 心裡 雖然她的身體是有殘疾 但是卻想通過自己的雙手 去养活自己 而同时呢 他也不想要跟一般的麻吉当口一样啊 就是卖一个原味的麻吉 他希望创造更多的选择 更健康的选择给顾客 我觉得这种对生活坚持的态度呢 是我们普通人都应该向他学习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 命运啊 你有再好的出品 你用再好的食材啊 但是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曝光率 没有一定的广告啊 导致他的生意也是非常的惨淡 请你相信我 如果一个小贩一天真的是做100块的话 那种感觉我经历过 你真的不想去开档的 你觉得今天去开档又如何 赚那个10块20块我又能怎么样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视频的播出呢 可以给心底带来一些正面的流量 让他的生意呢 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曙光 那另外呢 也在这里通知大家 其实我们的频道呢 也开通了会员的频道 那为什么会去开通会员的频道呢 其实当我们在拍摄六叔来帮忙啊 还是天使厨房的时候呢 我们接触了很多的赞助商 但是坦白讲好的赞助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很多的赞助商呢 他都是希望你在视频里面啊 不断的去hard笑一两分钟去推广他的产品 然后这个对我而言呢 除了要写稿 除了要去跟他们接洽去开会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会影响整个视频的观看的那个感觉啊 就好像变得整个很商业化去 这个是我最不想要看到的东西 再加上呢有一些厂家呢 他拿了一大堆产品给我们 叫我们跟他构思很多的idea 这个要怎样拍 那个要怎样拍 这个要怎样insert那个广告 到最后开了两三次会 他就跟你讲一句 我们考虑看看 我们再回复你 结果就石沉大海了 所以本着一个要去帮助小贩的心态啊 但是却被这样多的一个东西去阻碍我们的一个发展 因为花太多时间去构思这些东西啊 但我觉得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放在该有的视频上面 所以这个频道的开通呢 就希望说借助大家小小的力量 一个月就少过一杯咖啡的价格 凝聚小小的力量我们去完成大大的工作 去完成大大的使命 但是呢 有一点需要大家慎重考虑的 就是这个专属的会员频道里面呢 可能就没有大家所期待看到的 只是会员才可以看到的视频 因为我们帮助小贩的视频呢 我们希望是被大家广泛的传播出去的 来帮助小贩给他们流量给他们生意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初衷 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我们很难会有时间去制作 只是会员看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员频道的初衷 希望我们的频道可以自给自足 不需要靠太多那些赞助商 Instagram太多广告 也可以继续的把这个频道运营下去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啦 那么最后呢 记得我是阿红 跟着我带你找更多的路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